自我介紹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奈妮月 奈妮月 奈妮月 這個名字是奈月 娜月 幾次的戀愛 兩次 兩次啊 那後來是怎麼收場 第二次的很慘 第二次就是意外變成第三者 第三者 意外 好意外 這怎麼意外 交往大概半年吧 突然有個女生打電話來 就是說他住在他家住了半年多 他已經家裡有住了一個 這些男生都好厲害 所以他每次一回家就不能再通電話 他會想辦法 還有第四者 還有什麼 被打到 被男朋友打到腦震盪 要不要這麼可憐 就是 因為那個男生就發現可能 腦羞 成怒 然後 這就我發現我 而且第四者是我好朋友 其實也是朋友 然後他就 我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他還跟我說 就是 乾你什麼事啊 那就掛掉 腦羞成怒 對 然後那男生家裡住七樓吧 就把我揍到 對面一樓的管理員這樣子 七樓一起揍 揍 揍 管理員妳好 這裡是一樓這樣 對面大樓的管理員 還好是沒有被面目全非全打到 廖老師 男生會動出好像一輩子就會動出 我覺得為什麼要容忍他這麼多呢 對啊 妳這個太過分 如果是 就是在這一樓打那還好 不是 不是 對面去啦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 妳怎麼可以讓他有第一拳下來之後 怎麼讓他還繼續有第二拳 第三拳 而且持續的打下去呢 女人都一定要有自保的力量 那怎麼辦 如果他第一拳打下來 我覺得就是說 像這種事情 你跑到人家那邊去 等於說跟他爭論或怎麼樣 那就是一個像這種事情 不治的行為 其實你知道這個人就是很爛的 根本不用再去理會 你想要一個解釋 所以根本不要聽那個解釋 最好的辦法就是甩掉他 然後直接掰掰 廖姐 妳剛剛講都是狗屎 看了五個肩膀都出來了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像這種賤男生都是狗屎 賤男生就抖一下 我不是講他 我說像他那個男朋友有沒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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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好 第二位 牛奶 跟大家介紹自己 哈囉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牛奶 從事什麼行業 櫃台接待 單身才三個多月 上一段感情為什麼會分手 其實跟他的有點像 也是 也被施爆 沒有被施爆 這個比較慘 國貿大樓38樓打到就對了 打得很累 就沒有被施爆 可是就是情況很複雜 後來妳斷然覺得要離開 沒錯 但是對的決定 太複雜 對 喜歡哪一類的男生 上進星又負責任 然後有一點點藝術氣息的 藝術氣息 最討厭的是 自以為有錢什麼東西都買得到的 第三位 妳好 介紹自己 嗨 婷婷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婷婷 今年22歲 從事什麼行業 在夜店上班 夜店 交過三個男朋友 都是妳自己提出要分手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一發現就是苗頭不對 我就會說分手 就是看他差不多了 我就會要求要分手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可能他狀況不好 或是說 但是 沒有啦 譬如說是 那男生笑得 什麼 第三者 有狀況啦 比如說有第三者 就要趕快離開 體力狀況 謝謝 第四位是看起來永遠睡眠不足的朋友 玉葉 來 跟大家說哈囉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玉葉 今年23歲 單身一年 對 當年為什麼會分手 因為男朋友回加拿大了 男朋友是 前男友是外國人 對 哇 真的 跟老外交往的感覺怎麼樣 對啊 這個還蠻 對 什麼感覺怎麼樣 就是還蠻自在的 就是他不會管東管西的 那其實妳笑容很少 對啊 就說好像跟妳交往 沒有 我就是天生是壞人臉 壞人臉 笑起來其實很可愛 又有酒窩對不對 對啊 其實妳要長小 妳剛走台步 攝影師在發抖 又殺氣好不好 妳走到她面前那姿勢一把 攝影師 嚇一跳手還不敢摸攝影機 第五位 妳好 第五位 玉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玉如 剛畢業的她是風雲人物 台大十三妹就是妳啊 很熟啊 台大十三妹很有名 真的喔 對啊 十三位台大的這個校園美女 所以妳念台大 還是北一女的一隊隊長 對 看得出來… 吳依佩小姐 有遇到過壞男生嗎 也有耶 就是大學的時候被劈腿 然後那個男生 就是還劈班上同學 連劈了三四個 然後我是到最後才知道的 她等窝邊草全吃光就對了 全吃完了 應該是小時候不懂事吧 那時候 所以我跟很多年輕女孩子講說 交往的時候如果她劈腿 第一次就讓她掃地出門 大槍 對 就是最不要的 因為她一定會繼續劈腿 廖老師 妳今天講這一句話 妳知道嗎 我生氣了 哪個被劈腿有才夠舉手 有妳在 他們覺得多可怕 他沒人舉手啊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這五位帥哥 跟我們 這五位正妹我們要面對面 來見面了 請轉身 換得很中觀喔 你好… 今天人都不錯耶 很平均 身高都是我喜歡的 有型男 有中後男 有髮亂男 然後有 有眼鏡男 好 我們先請1號毒販 不是 那個 人家還是粗況好不好 不修邊斧 藝術家 這個時候可以先說哈囉 簡介自己 只有30秒 開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rco 我的工作是服飾業 我是我們該品牌男裝的總店長 總店長 妳的優勢是幽默風趣啊 怎麼看大廚造 這個 能不能讓我們感受一下一點 很不怕冷場沒話題耶 因為今天在這裡 尷尬 大廠盒沒看過 大廠盒沒看過 你整個害羞起來了 你等一下才藝表演是講笑話 你很嘲笑 OK… 誠實人 忠厚人詹金城先生 有… 自我介紹一下 現在在電子業上班 平常 就從銷售做起 到現在其實當個主管界 另外投資了兩家電子公司 妳本身 也是一樣都電子連接那一塊 談過兩次的戀愛 結果都是被女方劈腿 好 我要問的是 妳覺得被人家劈腿 妳的原因是什麼 最主要是自己太忙 然後其實一開始就是主要還是 拚自己的事業 然後沒有時間陪女朋友 情況是怎麼樣 其實就買宵夜去給 就準備給她吃的時候 看見她就跟另一位這樣子 就在她家樓下這樣 妳要死嗎 人家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妳懂嗎 真是的 不好意思 好 第三位 我叫Frederick 然後我現在是設計品牌的一個 算是業務的主管 然後現在 最近就是打算要開公司了 對 開設計公司 對 談過七次戀愛 異性緣特色 就是實在的 真正的是三個 有好幾個都是 就是劈腿 俗語說得多好 對不對 妳劈 那妳有沒有劈過腿 妳講真的 有沒有 她心虛弱的 好 劈 這個要公平 五位男生閉上眼睛 閉上眼睛 要誠實喔 有劈過腿的請舉手 不知道 很誠實 有誠實 好 請放下手 好 五位都沒有 對 睡著嗎 好 4號Stan你好 跟大家說哈囉 大家好 我是Stan 介紹自己 目前在自己家裡擔任那個 國際貿易 因為 是進一些建築材料 綠建築材料 綠建築 對 有交過女朋友嗎 三個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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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是要幾個 對 這樣嗎 自己 還有好幾棟公寓出租給逢甲的學生 包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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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寫錯 不…不重要 幾棟公寓才重要 我管你東海逢甲的 就是當包租公就對了對不對 每年的收入好幾百上千萬 去年有超過 好 乾爹 這麼快就這樣了 對啊 幹嘛那麼客氣嘛 你對感覺 你喜歡哪一類的女孩子 什麼樣子的女生 我喜歡運動型 運動型 應該說喜歡戶外運動 怎麼這樣啦 家良 介紹自己 開始 五位美女你們好 我叫做家良 很有禮貌 然後在做裝修工程的 平常很喜歡運動 所以跟我在一起 我可以幫助你們減肥 沒有啦 還沒在一起 跟妳在一起 對不對 當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對 她跟前女友分手兩年 到現在還對她念念不忘 那你來幹嘛 對 兩年了 沒有 現在那是之前的事情 OK 沒有問清楚嗎 電話一通就問清楚了 我是哪裡不對 哪裡不好 你告訴我 講過頭要哭了 你要逼她就對了 沒有 我們吵架的原因是因為 她要去夜店玩 然後沒跟我說 然後我們就吵架 就分 然後就分了 對啊 自知史蒂爾會後生啊 她不准女朋友去夜店玩 結果交了一個每天都要去夜店玩 對 這也是一種方法 對不對 宜佩… 妳男朋友會如果說妳要去哪 不讓妳去 這個可以嗎 我覺得可以要事先溝通吧 可是如果兩個人價值觀太大的落差的話 譬如說要去夜店不去夜店這個事情 如果兩個人一直為了這件事吵架 我覺得到不就不要 很辛苦對不對 對啊 很辛苦到不就不要在意她 她還是先進去妙子 居然